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今天這一節跟大家講講新組轉了會後 有另一個問題想問大家 因為我自己未必找到一個答案 看看有沒有其他高手,一起討論和討論 為什麼呢?新組來了曼聯,轉會費是8,000多歐羅 連多蒙特的官方網頁也有說 但我們曾經研究過 究竟新組的薪金對曼聯的薪酬架構有什麼影響 大家記不記得嗎?很多朋友也很擔心 我們曼聯的薪酬架構實在太高薪酬 也導致我們要讓球員離開的時候做不到 究竟新組賺多少錢呢? 很過癮,我看看相關的報導 在7月頭,6月尾的時候 很多消息都說 新組要來曼聯要35萬磅周身 成為第二高周身的球員 在曼聯裏面 第一就是迪吉亞 曾經Fabricio Romano都說過這個數字 但新組正式加盟了 我看看近幾天說 這宗相關資訊只有daily star 當然相信大家要自己做一個判斷 一般來說 說轉會那些是吹水多 作品比賽的其中一個高手 但是說人工 我又不太知道他們說人工 是否真的吹水還是怎樣 他亦沒有引述任何消息來源 他只是在報導說 新組是7300萬英鎊 轉會費過了曼聯 但是他的人工 五年的合約 只是每個星期 17萬5千磅 對於我們來說 17萬一個星期當然是天文數字 但是之前曾經傳過 說他們35萬磅 只剩下一半 那些事情真的有點奇怪 究竟 我想知道 因為看新聞報道 或者一些相關媒體報道 只能找到一些這樣的東西 因為一些相關網頁 都有提及球員的薪酬資訊 但說真的 究竟那些網頁又有多可信呢 我都覺得是蠻蠻的 所以我想問問大家 各位打機的朋友 在打機方面有沒有什麼端例呢 在大家打機的時候 會不會球員的周身 都會有得顯示呢 因為球員的周身 其實都是一些個人的資料 個人的私隱的情況 所以就不是那麼容易 完全地公開的 但是這件事 亦對於我們曼聯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薪酬架 如果繼續去破壞 即是繼續狂簽一些 高薪的球員 你就會看到黃馬 看到巴塞 究竟會去成怎樣 再加上我們不是磨環金錢 但是如果新組真的 因為我看到一些相關的報道 就說 新組在多夢特上一次續約 已經去到16萬磅周身 16萬磅周身 加到17萬磅周身 就真的比較少 如果從好的方面去想 是不是新組 尼曼聯真的為了 為曼聯贏錦錶 為了要踢英超 就不是為了錢呢 這個就真的 看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而且真的很重要 打機的朋友 有沒有幫到手 究竟球員的薪酬 你們在打機那裡 會不會看到些端例 好 新組這件事之外 還有幾個資訊 和大家分享的 包括 泰利斯 真的受傷了 昨天在 講這個 不是 其實今天 大巴台 講昨晚 季前熱身賽 那場球賽 都有提及的 就是說 泰利斯受傷 蘇失齊就說了 原來他為何受傷呢 就扭傷了 扭傷了 就說可能要幾個禮拜 麻煩一點 真的 因為我們左閘的正選 所以 雖則 我們之前也說過 他的臘骨 應該沒什麼大礙 但始終 如果泰利斯 又說受傷的話 那就真的怕 我們季初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 有些少少 阻擋那方面 不是很夠人用 這樣 另外 我也想說 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這次 新組這個 7300萬英鎊的轉匯費 真的越來越大機會 是 這個轉匯槍 真的是最貴的收購 為什麼呢 Ferrizio Romano 昨天出了幾個帖 都是關了一些高薪價的球員 那 看你選來轉不轉 都會 我就作出了一個分析 哈蘭特 暫時 多蒙特 也一樣 其實 哈蘭特的情況 跟去年的新組很相似 不過 新組 就沒有一個買斷條款 哈蘭特 明年就有一個買斷條款 但是 雖則新組沒有買斷條款 結果 他等了一年 便宜了才賣 所以 看個勢 多蒙特 都可能很大機會 很硬 為什麼呢 我已經跟大家 之前有幾條影片都說過 他們亂賣球員 成績 因此而下 畫得太厲害的話 他們的球迷 是不會放過他們的領導層的 所以 雖則 他們要錢 亦都喜歡 在轉匯市場賺錢 但是 他們都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競爭能力 所以 哈蘭特看個勢 跟哈利簡尼一樣 都是留在原本的球會 甚至乎 祖雲達斯 說了這件事 當然要 祖雲達斯會長 副會長 李維特 就已經出來說了 喂 斯朗是今年會在祖雲達斯踢球的 即是說 斯朗離開 祖雲達斯的機會相對來說 他還說 阿Ligri 阿Ligri 即是新也是舊 即是回來 回歸的領隊 很希望 大巴勒 和斯朗 同場獻 之前 大巴勒 和基士文 那些 換球員 之類 都是說 一次過 告訴大家 不會了 應該大巴勒 和斯朗 都在阿Ligri 阿Ligri 的計劃 裡面 大家試想一下 美斯也說不走 基本上 很多大牌昂貴的球員 都在這個轉會槍 我不敢說走不走 至少走不到 他們自己不想走也好 沒有人買他們也好 都是走不到 所以來說 新組 真是很有可能 成為這個轉會槍 最貴的轉會費的收購 都不知道 說真的 這個對於萬元來說 是一個好事還是不好事 不過 我還是說一句 還原基本步 如果新組 真是人工 只加了一萬多磅 而又肯加盟萬元的話 我對於新組的誠意 就真的非常之 尊重 覺得他真的會幫到我們 因為他起碼 是有心來踢球 而不是為了錢而來踢球 就像我們之前 某幾位 不太成功的收購 再加上 他也不是貪心見七號 其實他真的穿七號 不是開玩笑的 他當夢當 也不會選擇 我一定要拿見七號 那些這樣的球員 所以 表面上來看 我們看到的事情 新組也是一個挺踏實 而又有天分 重要是我們萬元 在前線的三個球員來說 缺少的一個 就是一個比較大的觀 以及比較可以傳送 給自己隊友的一個球員 所以呢 慢慢看下去 暫時看下去 就真的 知道為什麼 蘇斯卡查 那麼緊張 要新組加盟 也是有一個原因的 因為之前 我也記得 在上一季的時候 我都曾經跟大家分享過 現在我們又有 買了Armor 買了派利茨 甚至乎Greenwood打右邊 效果都不是太差 是不是真的急於買新組呢 但是當時的大前提 就說 上一季是1.2億 1.2億 就一定不買了 但是現在7千多 如果用回歐羅 就8千鬆一點 其實真的便宜了 3千多歐羅 這樣 再加上他的態度 看個小 新組 應該幫到萬劣 看就這樣看吧 大家可以留下你的意見 拜拜